今天财经快报 欧股跌幅持续扩大法国CAC40指数跌2%,法国CAC40指数跌2%,德国DEX指数跌1.64%,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1.69%,意大利富时MEB指数跌1.58% 大热必死,比特币大跳水,全因这份报告,葛佳明,李丹比特币24小时内跌幅一度超10%,机构Matrixport报告称,SAC主席仍认为加密货币行业需要更严格的合规要求。 美国11月职位空缺进一步减少预示劳动力需求降温。 美国11月职位空缺数降至2021年3月以来最低,进一步证明劳动力需求降温。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 李氏满联储行长Barkin,软着陆可能性看似上升但并非必然。 李氏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Thomas Barkin表示,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看起来更高了,但远非必然之局,它重申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美国12月制造业下滑放缓。 美国12月制造业进一步萎缩,不过由于生产温和反弹和工厂就业改善,下滑速度有所放缓。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三表示,上月制造业PMI升至47.4,此前连续两个月保持在46。 早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美股继续下滑。 三日晚,美股周三早盘继续下滑。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4%。 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近三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后,华尔街再次出现震荡。 苹果连续第二日走低。 深夜利空,比特币崩了。 周三晚,比特币价格突然跳水,最大跌幅超过10%,价格一度跌破4万1千美元。 消息面上,有美国机构称美国证监会将再次否决机构关于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 美国劳动力市场维持降温态势,11月Joltz职位空缺低于预期。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报告显示,美国11月Joltz职位空缺879万人,预期882.1万人,10月前值873.3万人。 加密货币相关股票走低消息称SEC将拒绝批准比特币现货ETF。 格隆会1月3日加密货币相关股票走低,加南科技跌超10%,Coinbase跌超3%,Marathon Digital跌超6%,Ride Platforms跌超8%,Clean Spark跌超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突破4%,三日晚,美股周三早盘,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4%,美东时间9点36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1个基点,升至4.005%,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4个基点,升至4。 开盘,美股周三低开那只延续昨日跌势,三日晚,美股周三低开,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4%,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近三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后,华尔街再次出现震荡。 苹果连续第二日走低。 SpaceX发射首批6颗电话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服务。 埃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今日发射了首批6颗能够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卫星,旨在为偏远地区消费者提供连接服务。 盘前,道指期货跌0.3%美联储12月会议纪要即将公布。 美股股指期货周三盘前走低,债券市场延续跌势,交易员等待一系列美国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表明今年降息的压注是否合理。 此前哈马斯副领导人在贝鲁特被杀。 4万亿美元 中东三大产油国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创新高 4万亿美元 中东三大产油国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创新高长 加率三大产油国主权财富基金去年的投资总额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支出的61%。 美国股指期货延续跌势关注美联储会议纪要和多项经济数据。 美国债券和股指期货延续跌势,进入新年后的看空情绪有所增强, 一系列经济数据料将显示市场对今年降息的压注是否合理。 比特币逆转涨势大幅下跌ETF能否获批仍是未知数。 周三比特币暴跌,抹去2024年迄今所有涨幅, 其令表现低迷的全球传统资产相形建筑的长期上涨也陷入停顿。 比特币在纽约时间上午7点刚过不久一度下跌9.2%,跌破41,000美元。 美国抵押贷款购房申请在2023年最后一周下滑当周包含圣诞节。 随着2023年最后一周借款成本小幅上升, 美国抵押贷款购房申请由近5个月高位回落。 截至12月29日当周,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抵押贷款购房申请指标下滑7.6%。 大空投原型Steve Weissman警告,对美股别太乐观。 大空投原型Steve Weissman警告,对美股别太乐观。 葛家明Weissman称市场情绪过于乐观,如果经济不出现衰退2024年美联储只会降息一次。 加密货币普遍下跌,比特币一度跌破41,000美元昨日涨超45,000美元。 加密货币普遍下跌,比特币快速下挫跌超10%,一度跌破41,000美元。 以太房一度跌8%,随着市场对比特币现货ETF即将获批的担忧开始出现。 百度退货YY 百度退货YY如今压保AI热火朝天的百度,不需要YY了。 作者黄玉三年前,李彦宏生日当天,百度官宣了公司史上最大一笔收购案。 高盛,2024年七大市场主题 高盛,2024年七大市场主题长家帅高盛认为,美联储即将转向宽松, 美国GDP增速大概率也比市场预计的要好,再加上人工智能、减肥药等七大主题的影响。 加息周期后,只有可转债市场还在火爆。 原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去年可转换债券的发行量攀升了77%,达到480亿美元。 为了压低利息支出成本,美国企业涌入可转换债券市场。 监管风暴来袭,科技巨头们今年的日子不会好过。 度过了赚得盆满钵满的2023年后,美国大科技公司的2024年可能并不轻松。 在过去一年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44.52%,突破15000点。 红海之外扰乱全球贸易的危机,巴拿马运河干旱能否破局? 全球航运可使用路线犹如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1914年开始运营时,巴拿马运河为南北半球之间的货物运输提供了替代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途径。 2023,阿里黯然神伤 2023,阿里黯然神伤有点惨。 作者刘宝丹树张晓玲阿里巴巴,这家过去20多年中国最耀眼的互联网公司,在2023年陷入了一种别样的困境,被罚。 福特汽车因后桥轮毂螺栓问题召回约11.3万辆F-150皮卡。 智通财经获悉,福特汽车,FUS,在美国召回2021-2023年款112,965辆F-150皮卡,原因是该车型的后桥轮毂螺栓存在问题。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一份声明称。 今年供需状况不利可能拖累原油价格。 对全球石油市场而言,供应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问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非OPEC加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上升,可能会超过仍在增长,但增速放缓的全球需求。 项目亏损,客户流失率上升,美国流媒体市场陷入混战。 项目亏损,客户流失率上升,美国流媒体市场陷入混战。 长家率通胀压力下,美国人生活成本高企,流媒体服务难以留住客户,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波整合浪潮。 能否赢得共和党内提名? 特朗普刚又获得重量级国会成员背书。 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宣布,他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 我很自豪能够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 Moderna股价或跑赢大盘,未来两年内五款产品有望上市。 新年首个交易日,美国疫苗厂商Moderna迎来股价大涨。 在券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上调公司评级后,Moderna周二股价涨幅超过13%。 三年来首次年度下跌后,油价的跌势还没结束。 三年来首次年度下跌后,油价的跌势还没结束。 股房家姚飞OPEC加国家原油产量创新高,投资者对OPEC加平衡市场的能力越来越缺乏信心。 宁德时代的匈牙利生死局 作者周掌柜欣心心向荣的宁德时代,一直是中国新能源行业的旗舰和国民骄傲。 眼前,这家超级巨头在匈牙利遭遇了一个不小的意外。 12月12日 新兴市场巨额债务强来袭,会违约吗? 在新兴市场经历了油快速加息引发的一系列违约后,伴随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投资者倾向于认为。 菲律宾证交所,技术问题导致周三市场交易一度暂停。 菲律宾证券交易所表示,周三上午市场交易暂停两个多小时是因为出现了技术问题。 该交易所在一份公告中称,交易所及第三方前端系统供应商政继续调查此事,已查清原因。 供应生变现在或是牛市山脚。 多头发生,未来两年铜价有望飙升75%。 作者,智通财经预警汇域解决方案旗下研究机构BMI的一份报告显示, 未来两年,由于矿业供应中断,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动推动了对铜的需求增加,铜价将飙升75%以上。 受宇田机场飞机相撞事故影响日本三日当天取消航班120架次。 当地时间1月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会上表示, 受东京宇田机场飞机相撞事故影响,三日当天,包括宇田机场在内的日本各机场, 预计共取消日本国内航班116架次。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环球音乐集团续签多年期战略协议。 1月3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环球音乐集团宣布, 双方续签数年期版权授权战略合作协议。 TMI将继续在其旗下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在线音乐平台。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环球音乐集团续签多年期战略协议。 新浪科技训2024年1月3日下午消息,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共同宣布续签数年期版权授权战略合作协议。 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Bright Spring Health Services申请在美上市拟筹1亿美元。 提供家庭和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的Bright Spring Health Services周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IPEAL申请、计划筹至多1亿美元。 分析师,铜价到2025年还要再涨75%。 分析师,铜价到2025年还要再涨75%长加率美元贬值, 绿色转型需求和供应趋紧均有望推高铜价, 机构预计未来两年将是铜博士的高歌猛进之年。 生物技术公司CG Oncology申请在美上市拟筹至多1亿美元。 开发膀胱癌溶流免疫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CG Oncology, CGONUS,周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EAL申请、计划融资至多1亿美元。 定价条款尚未披露。 土耳其12月通胀率低于预期但物价升温风险在线。 智通财经获悉,土耳其12月通胀率仅略低于预测, 但随着新风险的出现,去年年底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 有望在今年5月份加速超过70%。 澳门酒类进口及零售商Apsium Enterprise申请在美上市拟筹1千万美元。 澳门酒类进口及零售商Apsium Enterprise上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Apple申请、计划筹资最多1千万美元。 FOMC纪要今夜来袭,美联储又要泼冷水了。 市场等来的可能是一份偏鹰的会议纪要。 美联储2023年的最后一份会议纪要, 注定成为2024年初全球市场的第一个焦点。 欧股开盘涨跌不易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08%。 欧股开盘涨跌不易,德国DEX30指数涨0.04%,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13%, 法国CAC40指数跌0.03%,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08%。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03%。